好继续带来关心光复乡的马可认 塞浦站从106年争取转型 却暗于属于私人站点建物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下 始终都没能够成功的来转型 不过部落协会越挫越勇 在县政府等各方的协助下 那么今天终于转型成功了 正式成为花点县第107个部落的稳健站 那么接牌典礼现场灌溉云集 长者们都非常开心 对传统古摇的传承学习相当有造诣的 马可认塞浦站长者们欢喜高唱鼓调 应接成为文剑站的第一天 圆明会副主委古纵格拉方案 与县政府圆明处辅行科长洛金达绍 光复乡长林清水 县议员蔡一静与部落头目等贵宾 一字排开等待接牌之际 部落长者或许是太兴奋了 迫不及待就拉下了红布条街牌 与会长官贵宾也玩耳惨然一笑 光复乡马可认文剑站长者平均年龄70岁以上 为目前全县最年长的站 今年94岁的张莲娇开心表示 现在可以天天道战共餐共学 也要将所学的传统古遥传授分享 马可认文化艺术协会 从106年开始承办赛普计划 来迎接这值得纪念的一天 我们马可认文剑站 今天盛大街牌的马可认文剑站 也成为了花莲县第107个部落文剑站 原民会副主委古仲格拉方案 也亲自到场功课 街牌典礼现场灌溉云集 部落长者们欢喜之情 更是一语言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